中国经济吓人上半年倒闭,六分之一企业与美交物会崩溃A股线熊市三大根源,29日中国股市上证指数再次跌破2600点,大关2015年股灾时成立的五支国家队就是基金宣布轻盘撤出,再次引起市场恐慌情绪不过证监会予以否认。 中国金融学者贺江斌再次呼吁远离A股,他认为A股进入熊市有三大根源,除股市暴跌外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也跌至十年低点。 分析人士指中国持续采取货币宽松政策旧经济恐怕会引发资本外逃。 10月29日,中国股市三大指数集体大幅收跌,上证综合指数低开低走,再次跌破2600点,大关早前2015年股灾时成立的五支国家队就是基金宣布轻盘撤出,再次引起市场恐慌情绪不过。 29日中共证监会宣称有关五支国家队基金,以清盘的报道存在拘解,并指相关机构持有的股票并没有减持反而有所增加,但证监会并未做出详细解释,也没有明确所谓相关机构的具体身份。 路透报道,引述这些基金的具报纸,当年规模各400亿人民币的这五大国家队基金,今年一季度均已被赎回70%份额,截至9月底更都已不足2亿元,已处于空仓状态。 报道引述业内人士分析,随着国有资金撤出这些基金的净值规模和持有人数量,已不能满,足相关法规要求清盘,是很正常的是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不过,在中国股市跌跌不休之际就是基金完成使命的说法,显然难以扶重贺江冰,远离A股像远离毒品一样。 29日大陆金融学者在苹果日报撰文说,我长达十余年以来,一直呼吁远离旧大陆股市跌跌,不休分析了三点原因第一,与美国全面交互,他说,无论中国利润领导人,还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没有谁敢公开与美国为敌的包括俄罗斯中国经济学家高绅文此前发表的演讲中称,已故领导人邓小平, 为了向美国递交投名状,不惜跟同为社会主义兄弟越南一战,为中国赢得了四十年的经济发展环境去年,中国向美国出口五千多亿美元美国的消费市场,巨大直接拉动了很多中国企业发展。 而另一方面他说,只要稍微懂点经济学和金融的都知道跟美国交务只会崩溃,真正要组团跟美国打没有一个国家,敢跟中方合作的我,讲了很多次了。 他说,川普的团队真实目的已经很清楚,那我在苹果,也发文说那将是真正的中共国,越转越点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第二。 中国经济可能比想象的还坏赫江冰,认为中国股市的泡沫相比与高房价,人民币本币泡沫和债务泡沫小很多而美国跟中国打贸易战不仅股市不受影响,经济增速也屡创新高川普,最在意的失业率也一直下降。 但是赫江冰说,由于西方所谓的主流媒体大多是逢特朗普避反,我不认为中国高层能够看到真实的情况,既然美国和英国的媒体加之中国党媒都认为中国贸易战能赢,估计上报上去的资讯肯定都是一个调子,我建设性的建议都不能发表。 高层看到听到的只能是马屁文章,第三民营经济遭受重创赫江冰说,网易披露过一组吓人的数字,上半年倒闭企业504万加下半年,那至2018年3月,全国企业总数约3100万加半年,就倒闭了16上半年,还有453加上市公司董事长辞职货被炒。 A股企业总计为3551加,爱红遍野,他说,既要做大堕强国有企业可是资源有限,只能做跑外企和做死民企,现在谁出来说,要支持民企都没有人信了。 目前,投资真正的风向标,是香港巨富李嘉诚和美国的素食巨头麦当劳。 麦当劳在中国改革开放,支出就到大陆发展了,现在已经卖掉撤资了。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贺江冰举例说10月24日,中国一气公众号消息,中国一气与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16家银行签署战略合作协定。 本次各银行给中国一气,一向性受信,共计10150亿元除股市暴跌外,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也跌至10年低点离岸人民币扁破10年,低点资本加速撤逃中国离岸人民币CNH上周曾扁破6.97至10年前金融危机以来新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今年以来已跌超过6%官方最新数据指。 商业银行,9月的净外汇售出金额,增至176亿美元,为15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货币市场参与者也密切关注,中国的外汇存底是否将跌破3万亿美元。 中国上个月的外汇存底以下滑至3.087万亿美元而银行需上缴的外汇存款准备金则在2018年9个月,减少529亿美元,其中43%的减少发生在9月。 英国金融时报本月17日,报道,Netest Markets,外汇策略长曼锁。 Mohi Arden在拜访北京后,发表研究报告,指出,在美联储紧缩货币政策之际,北京却持续放水宽松,这势必会让人民币面临更多贬值压力。 估计出口商会把现金挪来偿付美元债务阿波罗网01综合报道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